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生活贫苦 也并没有自己的孩子 忽然有一天 竹曲翁在伐竹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一颗发亮的竹子 走近一看 原来竹子中有一个三寸的小人 竹曲翁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 于是将小人带回家中抚养 老人自从得了这孩子之后 每次去伐竹都会在竹子中发现黄金 不倦 久而久之 竹曲翁也成了一位富翁 孩子在老婆婆的照料下逐渐长大 然而这个孩子就像竹子一样成长得飞快 经过了三个月就成长为一位美丽的少女 孩子越发美丽 竹曲翁请来了一位宫中的大人物 摘布秋田来为少女取名 秋田也被少女的美貌所倾倒 取名为嫩竹的灰叶鸡 灰叶鸡的美貌传遍了全国 天下的男子 无论贫富贵贱 都想取灰叶鸡为妻 很多人甚至听到灰叶鸡的名字 都被习迷的神情恍惚 每天寄送给灰叶鸡的信件 已经堆满了阁楼 时间一长 那些知道自己没有希望的男子 也便不再来信了 但是仍有五位有名的贵公子 仍是对灰叶鸡魂牵梦绕 其中一人是石竹皇子 另一人是车石皇子 又有一个幼大臣阿布玉主人 还有一个大半大纳严玉行 最后一人是中纳严石上马履 灰叶鸡并不愿意嫁给连面都没见过几次的这五位贵公子 但是又不想为被猪取崩的意愿 于是便给这五位皇子一人出了一道难题 他希望石竹皇子 去寻找天竺国佛前的石坡 请车持皇子取来蓬莱山的蓬莱玉枝 让阿布玉大人取来火鼠球 让大半大纳严大人取来龙手之珠 让石上中纳严大人取来燕子的子安倍 首先是石座皇子 他觉得佛前石坡远在天竺 总不会拿不到的 但是即使在天竺 这也是独以无二的东西 又怎能把它拿到手呢 于是他去了大和国的一座寺庙中 随便取了个石坡 用以人造花加以桩点 向灰叶鸡金言说 我走了千万里路 都没有找到石坡 但是这又如何呢 我对于灰叶鸡的真心 要远比这石坡更有价值 现在 我愿意把我的真心交给你 结果自然是遭到了灰叶鸡的拒绝 三年之后 车池皇子来到了灰叶鸡的家里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蓬莱玉芝 他打开覆盖宝物的灵景 灰叶鸡一看 确实是分毫不差的蓬莱玉芝 车池皇子得意洋洋的诉说着自己这三年寻找蓬莱玉芝的苦难和艰辛 灰叶茫然若失地想着 难道我要嫁给这个车池皇子了吗 这个时候 忽然门口冲进来几个不一工匠 他们是当时一流的工匠 原来车池皇子并没有前往东海蓬莱山寻找蓬莱芝 而是找了这些工匠在一个人寄罕至的地方日夜赶工 仿造蓬莱芝 结果造出此等宝物之后 皇子并没有给这些工匠工钱 今天便是来讨还应得的酬劳的 车池皇子自知行迹败露 便偷偷地溜回家去了 之后也无言再见他的亲友 后来便销声匿迹了 阿顾玉大人是一个富商 他写了一封信给那年搏来日本的中国贸易船上的王清 托他买一件火鼠球 并交付了一笔钱 几个月之后 王清回信说中国很难找到这件宝物 他要去西方看看 又过了数月 阿顾玉大人竟然真拿到了这件火鼠球 随即便又给了王清一笔巨款 拿着球兴高采烈地去见灰烈机 灰烈机看了 说道 啊 这球多么漂亮呀 不过 是不是真的火鼠球 还不可知呢 把这球放在火中烧烧看 如果烧不坏 才是真的火鼠球 我就遵你的命 阿顾玉大人觉得 这是我千方百计弄到的球 它的质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就快点拿来烧烧看吧 然而火鼠球到了火中 马上啪啪啪地被烧成了灰烬 大臣看到这情景 面孔就像草叶一般发青 于是灰烈机便把他赶走了 而出海寻找龙手之珠的大那颜大人 倒是真的见到了龙神 不过可惜的是 同时他也遭遇了严重的海难 不仅珠子没拿到 差点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至于寻找燕子的紫安倍的时尚中那颜大人 他修了自己现任的妻子 并且把自己的府邸进行改造 找来了很多燕子在他家中筑巢产卵 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掏到燕子的紫安倍了 结果在掏的时候不慎摔了下来 摔伤了自己的腰骨 断气了 天皇听了灰烈机的传闻后 也想取灰烈机为妻 并答应主曲翁如果能将灰烈机纳入宫中 可以封主曲翁一个官位 主曲翁自然是很希望灰烈机可以入追皇族 但是灰烈机却说 无论怎样 我绝不去当宫女 如果再要强迫我 我就要消失了 这算什么呢 你等待我去当宫女 以便取得你的官位 我就同时死去 逐曲翁只得作罢 后来 随着月圆之夜的接近 灰烈机每晚都对着月亮哭泣 问他问了好几次 都不肯回答 终于在将近8月15日的一天晚上 灰烈机走近眼下 忽然放声大哭 老夫妇吓坏了 连声问他为了何事 他才哭哭啼啼的回答 其实他是月亮上的人 由于前世某种姻缘 被派遣到这世间来 现在快要到回去的时候了 8月15 将有使者从月亮上来迎接他 可是他如此眷恋着地上 因此而愁伤 主曲翁听说后 就去找迷恋灰烈机的天皇帮忙 8月15 月圆之夜 天皇特地派了两千名武士去保护灰烈机 军队森严的包围了宅邸 家中的男仆都拿着弓箭 看守着每个角落 然而灰烈机只是绝望地说 不管如何抵抗 都不可能对抗的了月亮上的人 月人每个都很美丽 又永远不老 我现在就是要回到那么美好的地方去 可是还未报恩 就要离开你们两个垂老的生命 我感到非常悲痛和恋恋不舍 主曲翁听吧 安慰他说 不管来了怎样美丽的人 你不要担心 将近夜半子时 主曲翁的家四周发出光辉 比白昼更亮 这光辉比满月的光要亮十倍 顿时所有人都全身无力 不能动弹 只见天上的人乘云下降 带着一个飞在空中的车子 月亮来的使者现身说 灰烈机啊 你以前犯了罪 受到处罚 而被流放到了地上 如今时辰已到 不要再住在这充满污秽的地方了 此时被老婆婆紧紧抱着的灰烈机 偏然的走出来 谁也拉不住 月亮使者便把天上的雨衣给他穿上 又递给他一壶不死之药 是为了消去灰烈机留在身上的污秽 老夫妇只能仰望着他 难过的哭泣 灰烈机看着十分不忍 就写了一封信 交代他们想念时 就仰望天上的月亮吧 月人催促他快点离开 灰烈机又提笔从容不迫地写了一封给天皇的信 信中解释先前拒绝求婚是有苦中 绝非刻意无理 他将不死之药的虎和信衣 并交了出去 然后就坐上车子 升天去了 旁人把灰烈机留下的信读给老翁听 主曲翁悲痛地说 我为何还要爱惜这条命呢 我们还累水而火在世间呢 从此一病不起 天皇拿到灰烈机的信后 难过的写下了一首诗 不能再见灰烈机 安拥不死之灵药 他把这首诗放在灰烈机送给他的不死灵药的湖中 请使者把东西拿到最接近天的山顶烧毁 那座烧毁了药的山 就叫做不死山 即富士山 山顶上吐出来的烟 直到现在 还上升到云中 传到月亮的世界里 古来的传说如此 编者暗诸曲物语 是日本最古老的传说之一 而在2013年由高田勋改编的《灰烈机物语》一经上映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不仅拿到了东京动画大奖 并在2015年得到了奥斯卡提名 但同时这也是高田勋所兼修的最后一部动画 剧中虽然对于原版的《主曲物语》进行了一定的改编 但是动画中所塑造的既温柔又独立的灰烈机形象 一直以来被奉为经典 本文将原版的《主曲物语》与动画《灰烈机物语》相结合 希望可以让乡亲们能以一个更简洁的方式去了解《主曲物语》 同时也可以欣赏一下这位吉博利铁三角之一的动画大师 在画风上的《独到之处》 《主曲物语》的故事搞不好还会有一期 不知道这种全新的讲故事的形式 能否被乡亲们喜欢呢 请尽情在评论区留言吧 资源已收集好 回复关键词 辉页及物语 就可以观看咯 本文作者And